大家好,我是大石标呀 闲得无聊就开始折磨 真要吃脸嘛 哎哟 哎哟 可 够不着呢 老爸看你餐的地方 把明哥不想让我吃 让不让人优雅的用餐啦 好歹够着了 就这么半块小鸭肝 费了我多大劲呢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这封贝小鸭肝 是用肥美多脑和鸭子 秘制而成 不需冷藏 也没有防腐剂 除了口感有嚼劲之外 味道还很好吃 吃了神清气爽 提神醒脑 不到提起面带微笑 实在是追加旅行 磨牙姐妹儿 必备良妙 嗯 喝口水 顺顺顺顺 吃了半块小鸭肝 就让我剪刀手 比心 我这是多好的心态 对啊 我想起来了 刚才吃的是最后一块小鸭肝 老爸扔包装袋时 把剩下的饭袋随手放桌上的 那还等什么 带我再去买一包呗 行 爸爸等我意思了 我这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呢 我要冰里套了哈 这是路过的一家菜市场 一转眼就到了 其实家门口的便利店 超市里都有猫狗用品 不过这家连锁店更专业 心肿丰富 爸妈带我来逛 满足我这个女生买买买的需求 兄弟咱不聊了哈 先办要紧事 嗯 衣服我不要 咱自己有皮草 完全没兴趣 小孩玩的 做一只狗子 是不是也该想想 我怎么可以吃兔兔 我怎么可以吃妈妈 我怎么可以吃鸭鸭 他们都那么可爱 没办法 因为我不能吃素啊 作为对这个世界的回报 我就好好的活着 撒象世界都是爱呗 超市不小 这里有牙栓 有蛆虫喷雾 有各种营养品 还有可以刻名字的尿罪 这儿有不少散装的零食 我可不会去偷吃的 有里有面 这我大鼠标还是懂的 小牙杆满好了 茶余算后的心里就有了盼头 我以前是自己跳上跳下的 现在老爸您可太腰尖盘突出 也不能让我腰尖盘突出 算点了 回家回家 我妈给我闻闻新买的马肉罐头 那还用说 真香 拌在马肉狗粮里 就太太性命了 说实话 这马肉狗粮啊 一点味道也没有 我都吃不下去了 趁点肉才有了幸福感 其实我现在也算 自时期里的职业女性了 是吧 谢谢您呐 各位观众 Щ 感谢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